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傅政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局长 北京市委常委 公安部副部长 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 司法部部长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行事责任 傅政华身为司法工作人员 逊私情私利 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 情节特别严重 应当以逊私汪法罪 追究其行事责任 被告人傅政华依人反恕罪 依法应当恕罪并罚 我们作为中国公民知悉上述信息后 结合法律专业认为 该起诉遗漏了傅政华其他严重涉嫌罪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相关规定特提出六罪举报 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查实依法追加起诉 众所周知 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 及公安部副部长期间 鉴阅宪法法律 为达个人权于利益目的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在明知没有证据 没有事实 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人为制造了大量司法冤语 比如新公民案 709律师公民大抓捕案 曹顺利迫害致死案 以及大量法轮功信仰冤语 与此同时 其滥用职权非法建立维稳监控系统方 民善于房船 北京市公安局在其党政期间 频繁发生非法解放恶性事件 诸如此类种种残害百姓 独独生灵之罪行需要查清事实依法惩处 傅政华利用信息不对称高层缺乏安全感 故意制造夸大社会对立 对律师 公民 访民 信仰者的正当行为妖魔化 造成与体制对立矛盾的错觉 傅政华其所作所为 不仅导致平民百姓 人道灾难相许不断 与此同时也致使体制 背上沉重包袱 在本以日以紧张的社会形势下 进一步推读官民对立 致使任何司法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以及依法治国的 努力进退为谷 举步为奸 反人类罪是傅政华 一系列罪行的核心 如果选择性追溯 遗落了核心罪行 则难以服众 不真正追究傅政华的 反人类罪恶就无法真正 震慑肃清已有和潜在 发生的其他反人类罪恶 致使其他反人类分子 继续成凶作恶 最终导致权力失控 社会失去 国家被推向动荡 不跌的深渊 让少数违法势力妄图 绑架整个国家 社会 族群的罪恶目的得以实现 只有真正追究残害百姓 荼毒生灵反人类罪恶 这个国家族群才能真正得到 善治 依法治国得以实现 公义得以伸张 综上所述 请依法追究傅政华 故意杀人 顽忽职守 滥用职权落罪 此致 中共中央纪委 国家监察委 最高人民检察院 长春市检察院 长春市中级法院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2022年7月12日